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却对信中的内容非常好奇 为了证明自己恋人的身份 他拨通了明日奈的电话 但是告白的话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于是强太决定等火箭升空的时候 再当面向明日奈告白 距离火箭发布的时间越来越近 强太和明日奈一直保持联络 两人之间的关系仿佛愈加亲密 终于到了火箭完成的转天 强太开心地将它命名为明日奈与美红号 这天文家下楼的时候 发现佩奇屋内有一张冰冷的床 这里文家回想起了一件事 突然卡纳卡说漏了嘴 原来他看强太支支吾吾的 就把信提前交给强太 等到文家找到强太后一切都晚了 明日奈父亲的死后文中写道 杀害他的凶手就是明日奈 他希望明日奈的恋人能去告发明日奈 强太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赶紧找到明日奈向他表白 但是明日奈却拒绝了强太 这时文家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强太拦在明日奈的身前 表示明日奈不可能会杀死自己的父亲 但是准事的一刹那 也许是不想恶行被解放 又或者是不想将不坑的过往暴露 明日奈用小刀直接杀害了强太 文家不禁感叹 活着的人会说话 只有死后文才是绝对的 他询问明日奈 强太是否是他恋人 因为他要确保收件人的准确 但明日奈只是随口敷衍了一句 要男人 我做的是 等明日奈拿着刀走向自己的时候 文家已经用能力回到了废弃楼顶 另一边明日奈挖了个坑 将强太的尸体埋了起来 明日奈不停地用匕首跑着泥土 脑中不断回想起不堪的过往 原来明日奈的父亲是一个无业游民 他靠明日奈在废弃屋里拍摄一束照 来获取大额的生活费 事态曝光后明日奈遭到了校园暴力 他向父亲祈求休息一天 谁知父亲不仅不答应 还想拖妹妹美红下水 护妹心气的明日奈为了未来 只能杀死自己这可恨的父亲 不久祥太的尸体被发现了 明日奈只能改变外形远走他乡 但在列车上他遇到了文家 文家送来了祥太的死后文 明日奈本以为信上会是责骂或恐吓 但事实上心中都是祥太的愧疚 一直以来他都想着自己的事 从来没有考虑过明日奈的感受 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 明日奈下车跑向了他们的天台 一直以来他其实都非常羡慕祥太 虽然他们共处于一栋大楼 但祥太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天空 是火箭升空的梦想 是希望 而他却只有昏暗的天花板以及绝望 他之所以会相信祥太的火箭会发射 是因为他也将此当作了希望 如果火箭升空 是不是也会创造新的未来呢 明日奈来到他们的天台上 他要将还没发射的火箭送上天空 他在火箭上加上了祥太的名次 一切就绪后火箭进入倒计时 这时一名警察也找到了明日奈 但此时一只风吹过 一块布盖在了火箭上风 于是明日奈飞速过去砍断绳子 但在另一边刚刚上来的警察眼中 明日奈是要持刀伤害警察 于是警察开枪打伤了明日奈 在看到搭载着他们希望的火箭升空后 明日奈也离开了陨市 之后文家将明日奈的死后文 交给了他的妹妹 并告诉他 这是世界上最纯粹 最美丽的思念 故事虽然感伤 但对文家来说 这一切都是过往语言 他还要继续自己的游记之旅 之后的一天 他送往死后文后 意外的被收件人野岛要发现 文家卷是他曾经的同学 美春文庚 直到三年前 开枪射击自己的父亲后 野岛就失去了美春的消息 但是文家却没有回答野岛 只留下他独自寻找事情的真相 没多久 文家又接到了一个 死去母亲寄出的死后文 结束对象是他的女儿八广兰 但是兰却拒绝寄出来线 并离开了这座城市 进去网球训练 为了成功将信交给兰 文家离开了自己所管辖的城市 来到了同行千章所管辖的区域 三番两次之下 不耐烦的兰将死后文扔进垃圾桶 原来兰的母亲抛下了他们父女 和别的男人生活在了一起 导致兰非常怨恨他的母亲和男人 对于兰的行为 文家并没有在意 因为信已就送到 之后怎样就是收件人的事了 话虽如此 但文家依旧关注了兰 第二天急去的时候 兰晚上了脚 于是就留在了逢间内休息 结果却不幸地发生了火灾 文家因为有规则不能干预人类的生死 所以只能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兰被火焰和浓烟包围 但他却依旧带着母亲的死后文 绝望着他喊离生妈妈 突然雕像落泪 天空也下起了云 火灾被扑灭 兰也成功得救了 之后兰打开了母亲的死后文 里面记录了母亲的关心与抱歉 原来母亲一直关心了他 即使是一场小小的练习赛也不碰过 终于兰原谅了自己的母亲 文家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另一边 文家的同学爷道不断联系国中同学 打听文家的下落 毕竟他一直喜欢着美串文歌 功夫不护有些人 在文家曾经的好友下乡口中得知 原来美串文歌自那次事件之后 三年来一直躺在这座院里 既然如此 那文家又是怎么回事 并且死后文的有地员都是来自死人 所以一直保持着死去时的身形肖默 但文家不同 只有他在不停地长大 文家的神秘令野岛好奇不已 而在这几天里 野岛的学校又发生了跳楼事故 一名叫菊川工艺的少年 因为经受不住校园暴力自建了 生前他不断在网上叙述自己的遭遇 书包被当垃圾桶 禁止穿裤子等等 只求有人能站出来帮助他 最后同班同学森夏俊杰 虽然发现了菊川的遭遇 但他却因为害怕成为第二个菊川 所以拒绝帮助了菊川 只可惜他还是被坏学生注意到了 为了自保他以帮助菊川为由 约菊川出来走高楼独木桥 幸好森夏秉性纯良 及时通知安保才终止游戏 但森夏的行为 也成为了压垮菊川的最后一个稻草 菊川死后 学校打算掩盖此事 让学生不要和媒体透露太多 没多久事情就将过去了 但森夏却发现同样的暴力 还是落到了自己身上 某天当他被叫到顶楼玩独木桥时 文家送来了菊川的死后文 里面是对森夏见死不救的责骂 以及对他拥有同样遭遇的善效 终于森夏也承受不住了 他捡起地上的起子 刺入同学身体 毕竟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他要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权利 从那以后森夏就进入了少管所 虽然他社会性死亡 但至少还活着 文家回到基地后 又接取了新的人物 但这一次他终于不再平均了 因为这次的收件人是他的父亲 美川皇 美川皇是一名畅销出的作家 一出版就能卖出80万部 但自从三年前文家的侵击事件后 他就再也没有出过一本世纪 编辑部因此换了一个又一个担当 而这次轮到了入职三年 却依旧只是考卫员的葛西春奶 他也刚好是美川好友夏乡的姐姐 这天来夏乡家打听消息野岛 正好遇到了忘带美川家地图的春奶 在野岛的帮助下 夏乡才将地图发到春奶的手机上 而为了调查美川事件来到这的野岛 也正好借此前往美川家了解真相 很快春奶就抵达了美川皇家 美川皇是一个对漂亮事物的喜爱 几乎到了一个变态的程度 笔是玻璃的 缝子也是玻璃的 看到春奶白皙的手臂 就忍不住写上两笔表示赞叹 刚好天空又下起了群天狱 春奶被美川皇拉着凌晨六堂金 洗完澡换好衣服 正当春奶好奇衣服的主人时 文家送来了死后文 这又是一个为了逃避阴暗世纪的少女 因为美川皇世纪中对美好世纪的描写 最后选择自尽来迎接新的人生 但是面对这封朱烈又没品味的信 美川皇只有将它烧尽打算 文家拿起手中的枪对着美川 忍不住责备美川和过去一样 从来不觉得其他人类是有心灵的 这是野岛出现撞掉了枪 结果却被美川皇捡到 对着文家直接开了一枪 愤怒的野岛对着美川皇一顿打 随后将它关入了房内 面对倒地的文家卡纳卡拒绝报警 因为他的伤口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这种事遇到警察就说不清了 面对三人的好奇 文家说出了过往 文家本是叫做美川文歌的人类 他的母亲相择起立 在生下他后就离婚了 美川由父亲抚养长大 一开始美川皇对美川非常温柔 直到四岁那年 噩梦降临了 美川皇拿着笔在美川的身上搭着草稿 思绪混乱甚至发狂的时候 笔尖会在美川身上划出一道道的伤痕 甚至用力地将笔扎入美川的身体里 就这样日复一日 文家诞生了 没错 他其实就是美川的另一个人格 直到中学前 美川都没有离开过城堡 文家成为了美川独一无二的朋友 面对父亲的恶性 美川无法面对 他依旧觉得自己最喜欢父亲 但是文家受不了美川一直遭受虐弹 于是他拿起了父亲的枪 射击了父亲 然后美川误以为是自己下的手 将自己的心灵封锁起来 躺在医院 而文家则成为了一名死后我的有地员 因为和美川约定要一直在一起 所以选择了这里作为管辖区域 这时美川狂引爆火药逃了出来 来到了当初月代美川的房间 文家也应声赶到锁住房门 将美川狂击倒在地 在他打算同样用笔结构了美川狂时 野岛三人拿着卡大卡破门而入 春奶握住了笔阻止了这场悲剧 而文家野岛以及下乡三人 为了让美川苏醒达成了统一战线 这天文家去远方小岛送死后闻的时候 两人以及千章也跟了过去 一起泡泡澡发发福利什么的 中途遇到了一个嗓望的女孩 正巧牧主就是文家的目标 清成财葬 在交谈中千章就发现了 财葬就是他50年前的恋人 因为一次车祸千章失去了项目 而财葬却活了下来拥有了后代 在千章感叹财葬的生活没满时 却发现文家这次的任务 就是将千章的名字夹在他的墓碑上 原来财葬在千章死后没有再去 女孩的母亲只是他的姚女罢了 用墓碑来求婚 这封信寄出的是最后的爱情 千章留下了幸福又感动了泪水 与此同时 医院中的美川终于醒了 虽然他失去了记忆 但他却还记得下乡 这时千章突然出现 找到了野岛和下乡 他告诉二人文家当邮递员 是为了消失 为了对美川封闭三年做出赎罪 所以文家这次的随后闻 是将枪交给美川射击自己 只要美川不认同文家 双处人格也将不复存在 这将意味着文家正式消失 所以为了避免美川文家见面 下乡将美川邀请到了家里 度过了一段没有过的快乐生活 偶然的一次美川独自在家 意外发现了一部美川红的尸体 所有记忆涌入美川脑海 于是他跑出家门大声寻找了文家 终于在一处神社前见到了文家 美川为自己枪击父亲后悔不已 两人痛苦地相拥在了一起 但文家却告诉美川开枪的是他 随即他将手枪交给了美川 枪响之后神社前就只剩下了美川 隔日 在警察审讯枪击事件时 美川起诉了自己的父亲美川皇 知名作家虐待少女的新闻 很快就发叫了起来 刚转学到野岛所在的学校的美川 很快就因此遭到了校园暴力 赞助的夏乡家也被记者堵住了门 但决心变得更加强大的美川 并没有因此而倒下 不久警察通知了美川的母亲 希望由他善养孤身一人的美川 美川及世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母亲 但是他虽然答应支付抚养费 却并不打算照顾美川 在美川质问为什么要结婚生下他时 起立回答他不过是想体验一下 身为女人体验一次分娩的感觉 然后就和一名男人离开了 起立的话打击到了美川 他又一次承受不住 选择了逃避 美川回到了城堡打算吞枪自尽 但是文家却又一次因为他的懦弱 出现在了美川的面前 这一次美川将枪交给了文家 如果美川死了 两人都会消失 美川也就可以脱离精神苦涵了 但是一直以来文家也有了梦想 渴望交朋友 渴望穿着制服少学 明明两个人都有很多想去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轻生呢 二人终于醒悟 他们还有未来 释怀的二人就这样大哭起来 之后文家继续游递死后闻 美川也回到了学校生活 校园暴力也依旧围绕在他的身边 但幸运的是他不孤单 除了野岛和下乡外 一名叫林一的女同学也递上了关心 不久学校出现了奇怪的诅咒 多名学生收到了菊川的死后闻 为了调查真相 美川三人找到三下 一打听才知道菊川的妹妹来看望过他 而菊川的妹妹就叫做黎一 父母离异之后 两人也被迫分离 这一次他回来是给哥哥报仇的 知道真相后 美川三人奋斗想动 野岛和首帐承治了三名坏学生 而美川穿上了菊川的衣服 递给了林一一封死后闻 意思是让林一不要做傻事 很快文家也出现在林一面前 因为美川送上的死后闻是假的 正巧一着风果 美川露出容貌 林一眼就认出了美川 美川告诉林一 复仇不是正确选择 因为报仰最终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 美川对父亲行为就是最好的证据 恶意要停止 但善意也要传递 所以美川才会阻止林一犯罪 最后林一终于停止了复仇 三名坏学生也成功悔过 美川终于迎来了 全新的美好生活 死后闻里记载的是死去的人 所留下的最后情感 有怨恨 有思念 作为旁观者 文家已经看透了人情百态 死后闻其实是由一个个的小故事作成 因为拼幅有限 阿顺没有一一讲解 动画整体的基调都是阴暗低沉 故事也都围绕着暴力 仇恨展开 但是它并没有从一而终 故事最后 美川幸福的生活告诉我们 再阴暗的生活 也会存在曙光 所以要珍爱自己 坚强地活着 只可惜死后闻只有一次的机会 但人所留的遗憾 又怎么会只有一个呢 好了 那本期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阿帅解说的还行的话 还请动动手指点赞订阅本门的 有其他什么有趣的作品 想听阿帅讲解的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